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个人都会活得很好的 不要再 否则这个世界伤害很多 要自己坚强 要自己活 要活在自己 然后做一切上法性 做协善业 做一切 其他的 放一放 其他的不要管 坚强的活在这 坚强的 这案件四面把话全是剪 不要刮那种 你必须试来 光平静解决不了问题 光打坐能一点点宁静 根本没办法跟你目前的很多东西抗衡 那种来自四面八方的那种牵挂伤害那些东西 然后你只有一点点的心的宁静来给抗衡 抗衡不了 要解脱 要解脱的力量 开悟的力量 才能跟那些东西抗 不是抗 解脱开悟以后 在那里 在苦难里别解脱 不要找这些像 不要找爸爸的像 不要找丈夫的像 不要找 随便朋友的像 我从你的解脱出来 解脱出来 解脱出来 然后那些东西就控住你 是我们面对了很多的事情 那些东西就不会控住你 不会形成伤害 虽然四面走不通 没关系的 它不会形成伤害 凭你的力量还是可以 只需要爱他们 不要再要求 爱就够了 我觉得除了你其他的没有 爱是有的 你只能用你有的东西了 你只有爱 没有其他嘛 那么爱就够了 我觉得爱就够了 爱不要去 我觉得可以改变你目前的很多东西 爱再要求 而且你无力改变什么东西 就是爱着 不要求不再改变 因为你没有力量改变 所以不要改变 不要管了 他们都比你有力量 他们会自己变 就算他们不变 没所谓 你这只需要爱着就行了 保持这种状态 宁静解决不了问题 但爱可以的 很高速 宁静的力量很弱 两句话就打破了 那就没用它 说宁静那没用 定力也不行 定力也有时候 一脚踩上去 三脚就不行了 踩一脚不行 两脚第三脚它就塌了 解脱才是力量到最后 宁静跟定力都不行 但爱是很有力量的 但这种爱个无所求的爱 可以超越 很多 就比定力还要厉害 无所求的爱 一般我们在爱里边都会有所求 要它变成什么 要它为我做什么 要回报 甚至我们要有一个方式 我们一定要这样爱着 不是那样爱着 这种有所求的爱就会受伤害 你知道 没有人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完善那种爱 只有你自己 劫持就是那种就是修行 你劫持爱 爱着不放 就是你爱不变 不管行事怎么变 你的爱不变 这就是很有力量了 你知道 保持这种爱 因为你的爱没办法 你说你能不爱爸爸 不爱你喜欢 这个没办法 没办法那就爱着不要求了 就放弃一个 因为爱就爱丢不掉 那就放弃另一边 就是不求 不改变不求 就这么偏偏地往前走 虽然辛苦一些 需要时间 知道吧 需要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叫人主 就这么走 这种力量比你尽心 比你定力 都要厉害 这种力量 你不要管它 你继续 有一天会空掉的 有一天会转化头 慈悲打次大别 给空掉 空 就保存 虽然那种爱里边很难受 因为你 他那种状态一变 你心里边就揪嘛 你要爱 要有这种方式 比如说很多 夫妻的爱 他是要爱 要每天在一起 要结婚 或者是他要占预你 但是你保持这种爱 他怎么变你都不懂 你怎么变 他今天吵你了 骂你了 或者是什么 你都不懂 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他欺骗了你 背叛了你 所有的一切 你都不懂 你说这比 这个比 定力要厉害 一千倍一万倍 你高 你就保持 你要能保持住 真的很了不起了 定力 你知道阿罗汉 定力 他是靠不呼吸来打 而你是靠意识层面的专注 而且充满着爱 就是你不放心 不放心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 已经跟佛可以抗衡了 你知道这种力量 佛是不动的 佛那种爱是不动的 你直接安住在果位上的 但是 比较困难 这个过程很难受 因为你绝受 把他改变的时候 不爱 欺骗你 背叛你的时候 你的爱就会转化成一种 你知道 就算你不恨 你用我慢给骄傲 你会 你会远离这种爱 你觉得 你欺骗我 你还说爱我 我拍拍屁股就走了 你会骄傲 知道吧 那是种我慢 那种骄傲就出来了 你说 我又 我 为什么我要处在这种位置上 被你骗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我 难道我 我今天还是 还怎么样 千万不要这样想 继续 那么你这种苦难 就会翻过来 否则你就 苦了 大家很辛苦的 这样修是辛苦 但要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需要多久 但是里边的绝寿一定很安傲 一定是在借傲 很辛苦 有时候一件小事你就很难受了 但是有时候是一件好大的事情才能 因为他 因为你弱的时候 那件四九写得很强 你强的时候四九写得很弱 他跟承受力有关 容不得欺骗 容不得背叛 尤其是优秀的女孩更容不下 容不得别人欺骗自己 容不得背叛 你可以背叛 但你说清楚 说清楚 但你也不行 你也受伤害 情感就是俩伤 尤其是爱情 那他如果欺骗就是伤害 撒谎 欺骗 甚至有时候是善意的 你不会受伤 因为他里边一点啥子也不有 爱情里边一点啥子也不有 他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 坚强的 心有点弱弱的 有点弱 气有点弱 就是心力不够了 那你唯一拥有的是不变的爱 其他的 你不能给予这个世界 但这种不变的爱 就是个苦难本身 因为你着想 着想又要给予这个世界 你会觉得所有人都会伤害你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你这种爱 或者是他们根本就 每一个人都很自我 当你觉得自己只有最后 就这一点东西的时候 人家别人也不稀罕 你知道 没有人稀罕 谁真的 众生真的需要你爱吗 是不是 众生需要的是他要的东西 不是你的爱 是他需要的东西 我今天需要你来陪我 你就陪我 你明天不需要你 你离我远点 我今天需要你吃饭 你给我做饭 他要什么 你做什么 他才是 那才叫爱对他来想 不是你内心深深的那些东西 说我爱你就OK了 不是那样的 包括所有的人都是 我要钱的时候 钱就是爱 我要欲的时候 欲就是爱 对众生来讲就是这样 所以菩萨说我发心了 我爱做生 我只有这些 我坚持不变的 不管你怎么样 我却爱做生 那是你自己修行的完善 跟做生没关系 也不要觉得苦 不要着想 但是这样的 你会获得一种力量 不是别人会受益 是你要获得一种力量 你保持这种爱不变 你就会有力量 知道吗 因为你保持这种爱不变的话 你跟佛菩萨是在同一个正度频率上的 你知道所有大层菩萨 大菩萨 到师弟以上的菩萨 包括佛 他是在这个三维角度 就是四些爱的 不动的爱 知道吧 慈悲 爱 智慧 如果你能够保持住 你就跟他们在同一个频率上震动 你会得到加持的 他们才能帮到你 你的力量才会非常强大 如果你掉下来了 那你凡夫 凡夫是帮不到你的 那种加持是有欲望吸气加持的 你剩的杀害更多 不要抱怨 不要指责 不要想改变 因为我们很弱 我们只能 没有什么东西给你 就这些了 你只要坚持 持续一段时间 不需要你持续一辈子 持续一段时间 你试试 里边没有要求 持续就这么 就算甚至有时候生不起来默默的旁观 旁观自己的伤心 背伤也旁观别人 甚至旁观自己的恨啊 那些情绪 深深灭灭 也不要觉得那样不好 改变不了 也不觉得他不好 他就是旁边是多一无二的 就是在三维角度 他那样失陷 我觉得到最后真理是 每个人什么都可以放弃 就是放弃不了爱 因为那是本能 也就是空性的 空性在三维角度的 视线的东西 只要你不要求 我爱就幸福了 圆满了 开心的笑 开心的 回忆起自己的笑声 回忆起自己 成那么无忧无虑的效果 回忆起来 不要被这些 空在里面 要每天躺在那想起自己是怎么笑的 要消除声音来 要消除声音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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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